第六季跑男在温暖的四月如期开播 虽然迪丽热巴退出 有点遗憾 但是两期节目看下来 笑点还是不少 大家也都知道 关晓彤有陪陆寒到维也纳录制节目 而范城城晒出最新一期的跑男录制合影中 关晓彤也在 看来两人真是如胶似漆 又陪陆寒录节目了 在最新一期跑男中 节目组请来了六位女嘉宾 陆寒和蓝莹莹一组 蓝莹莹以唱歌的方式和陆寒见面 两人前往皇家列车时 陆寒帮蓝莹莹拿着吉他 十分绅士 吃饭时 两人也给对方分享食物 这期节目结尾时 给大家留下一个大看点 那就是让跑男团成员和嘉宾 给所有人颜值排序 命名的哦 看看大家的衣着 陆寒穿得明显是睡衣 郑凯还贴着面膜 显然大家是准备睡觉 又被导演喊下来集合的 听到导演的这个提议 让大家都惊讶的张大嘴 颜值排序对于当事人来说 不是很讨喜的一个游戏样 但是观众一定很想看 陆寒不知道是紧张还是什么 一直抖腿 网友称 这样坐在女嘉宾身旁抖腿的小动作 是不是不太雅观 其实 抖腿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习惯 有人是因为紧张焦虑而抖腿 但这也不是个好习惯 陆寒这么高的颜值 应该不会为颜值排序这个游戏紧张 请不吝点赞